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台商居住集中区,90后台湾青年张永荣创业开办了一间名叫一家亲的台菜餐厅, 独具特色的台湾风情服务和菜肴成了当地的网红餐厅。 张永荣今年25岁,2016年,当时还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张永荣就经常来到母亲工作所在的马鞍山参观游览。 他发现这里有很多台商却没有一个正宗做台湾菜的餐厅,凭借着对创业的热情, 2019年6月13号由他创办的一家亲台商餐厅正式开业。 走进餐厅,两岸一家亲签名墙,台湾电影海报,台湾特色商品, 每一处细节都是张永荣亲自设计和布置。 张永荣表示,充满人情味的服务是餐厅的特色之一。 我们会做一些更延伸性的服务,比如说我们阿姨们, 我们每一个的服务是不是都非常的,算是很有台湾的那种人情味的概念。 再来我们会偶尔会请到一些上海来的一种特别的按摩师, 我们把他们送到台湾去,然后去做一些培训。 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在这边只要花费200块,还能够享受免费服务的概念。 在张永荣的想法中,一家亲餐厅不仅缓解了台胞们的思想之情, 也打开了他的创业之路。 如今,他还将台湾的特色商品引入到安徽市场, 并经常举办活动,支持和帮助周围的台湾青年一起创业。 其实把我们这个台湾菜餐厅,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 一直都不是以一个餐厅去做经营。 我更希望的是这里成为一个台湾青年,或者说台湾商人, 跟大陆朋友,跟大陆政府,甚至说是跟大陆这些亲戚, 去做一些这种比较好的一个互通交流的平台。 据张永荣介绍,目前在晚创业的台湾青年, 主要集中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像餐饮、商贸、娱乐等。 张永荣还创办了晚台创服交流营活动, 把台湾的青年带到安徽考察, 并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他们。 我们带一些台湾青年到这边来, 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知道, 安徽这个地方,我发展的这个地方, 它到底目前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 适不适合未来台青在这边延续发展, 或者说是跟我一起去闯天下, 我是希望能够让通过各种的活动, 然后让台湾青年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马上就要开发的一个好地方。 张永荣表示, 她在大陆学习工作已有十几年时间, 安徽已经成为她的第二故乡, 未来她自己和家人都会扎根安徽, 用自己的行动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友谊。 安徽这个地方就是很适合发展, 所以那个时候母亲在这边扎根, 而后来呢, 我觉得在马鞍山的人民身上, 我发现到一些跟台湾人很像的一种倾泻感, 熟悉感, 所以我喜欢在安徽这个环境之下, 无论从人从地, 然后现在的政策马上也会越来越棒, 所以我觉得在安徽这边落地生根, 是父母跟我我们同时一起做的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